韩信临死前跟吕后提及一人,刘备知道后,下令,主了他。 汉十一年,韩信已做好起义准备,谁料韩信一个亲属,将计划报告给了吕后,吕后将韩信骗之长乐宫,斩于中世,被斩钱,韩信跟吕后提了一个人,后来刘邦知道了韩信的遗言后,下令主了他,这是怎么一回事呢?下面,请大家跟这一关历史一起来了解下吧。 说起韩信这个人,他前半生正可谓是相当的悲催,在家里的时候被亲人和邻居嫌弃,投奔了向良之后又默默无闻,归顺向羽之后终于混到了郎中这个职位。 本以为可以有一番作为的时候,但向羽对他却始终不重视,后来他又投奔到刘邦的麾下,没想到也只是个帮管理仓库的杂役,有一次还差点被砍了头,虽然凭借着聪明机智活了下来,但依旧没什么施展的天地。 直到他遇到萧和财终于迎来人生的转机,当时的韩信虽然年轻没什么阅历,但他看人相当通透。 当刘邦询问他安邦并国之策的时候,他一下子就指出了项羽的优势和弱势,根据对项羽的分析,他力劝刘邦要反其道而行之,项羽不敢做的你去做。 这番有道理的分析让刘邦大家赞赏,实际上这一次交谈韩信已经为刘邦制定了争夺天下的大志方略,可以看出韩信不仅有带兵的才能,还非常懂得谋略,所以在此后的各类大战当中,他都能通过谋略来取胜。 楚汉之争爆发之后,韩信先后帮刘邦平定了魏国,进而又开始进攻赵国、燕国,最后一举灭掉齐国。 随后韩信便以齐国局势不够稳定的理由,想要长期驻扎在这里,他便上书刘邦说想当个代理的王来管辖齐国之地,刘邦虽然恼怒他自封为王的行为, 但为了大局还是将他封为齐王,正是因为这件事,让韩信在刘邦面前失去了信任,再加上韩信一直功高盖主。 所以也为他后来的被诸杀而埋下了祸根。 然而刚开始韩信并没有想过当齐王,甚至还想放弃攻打齐国,都是因为一个人让他改变了主意,然后又一步步地走进深渊。 这个人便是谋视宽通,宽通在历史上留下了绝世雄变之才的称号,看得出来,他的辩论能力是很强的,每一次都能说出是非屈直,也就是直击人心,让人无法拒绝。 大则相起意后, 陈胜派武将攻打赵国,宽通所住的泛杨署赵国,当地县令徐公平一贯滥用刑法,引起百姓对他的怨恨很多,恨不得将他斩首泄愤。 眼看着大战来临,宽通实在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家乡变成一片废墟。 这时,军官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,以衡量吉凶,宽通就想出了一个好办法。 他先去游说徐公不要反抗,自己出城投降。 现在天下大乱,还有人要取徐公的性命,如果他们投降了,说不定会被客气对待。 到时候,那些对他虎视眈眈的人就不敢再犯错了,笑意的花言巧语当然赢得了徐公的赏识。 随后他去劝说武将不要攻打范阳,而是用黄盖珠伦的车迎接范阳的县令,并给他相应的好处,周边其他郡县也会见状自然投降。 这样一来,这些城池可以不费一兵一卒拿下,军务大臣听从了他的建议,果然如愿,果然,燕国,赵国的三十多个城主陆续前来投降。 当宽通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,韩信还在刘邦的军营里做仓馆,直到韩信发家致富,率兵伐赵,宽通才正式称王,他是韩信麾下的谋士,当时刘邦让韩信带兵去攻打齐国,他们已经抵达平原渡口附近。 但刘邦还是希望能动嘴皮子解决的事情就不动手,于是派历史起前去游说齐国。 面对利益机的到来,齐王田广还是相当高兴的,立即摆上宴席邀请他成为座上宾,可见双方谈判进行得相当顺利,而韩信见到这样的情况,已经要准备撤兵了。 但此时宽通站出来说,汉王只是派人去说服齐国归顺,又没有命令喊你撤军。 难道你认为凭借一个说客就能让齐王让出七十座成衣吗?即便真的如此,那将军你一年才能攻下五十座成衣,岂不是显得你连一个儒生都不如? 韩信听他这么一分析,觉得非常有道理,当即就发动了攻打齐国的进攻,因为齐王与利益机已经谈妥了条件,所以就撤下了边防。 因此韩信得已一路长驱直入,直抵林姿,齐王见到这样的结果,以为利益机欺骗了自己,于是让人把他给主了。 最后韩信也顺利攻下齐国,还当上纪王。 一个人是否能成为顶尖人物,核心在于智慧和谋略的运用,任何一个人一旦掌握了这些方法,不管是在职场的舞台上,还是在日常的生活中,大多能够事半功倍,说到这里。 不妨了解一下包括,风云人生成功之道,权武册,和,中华国学经典精粹,孙子兵法,前辈们的智慧,尽可在这六本书中找到踪迹,好了我们言归正传。 快通是个很有眼光和远见的人,他不甘心自己只做一个诸侯王的谋士,他更想成为一国丞相,就像萧和一样,他知道韩信的实力,只要他愿意造反的话,那一定能与刘邦,项羽平分天下。 于是,他给韩信制定了三分天下的方案,还用像术来游试韩信,说他功高盖主是非常危险的。 肯定受到刘邦的忌惮,如果他能自立为王,凭借努力势必能争得一席之地。 然而韩信念及刘邦对自己的恩情,并没有采纳宽通的计策,宽通看到这种情况,无奈地摇摇头走了。 第二个劝韩信自立为王的人是钟离妹,钟离妹原本是项羽的手下,在宠汉相争时曾追着刘邦打,刘邦十分痛恨他。 项羽死后,钟离妹为了逃避刘邦的追杀,于是转头到韩信的门下,希望韩信能保护他。 韩信对钟离妹确实不薄,好酒好菜招待着,每天把钟离妹奉围做上宾客。 而且钟离妹投靠自己的事情,韩信也没有对外面说,他怕刘邦知道后,会来找他麻烦。 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,全天下都是刘邦的眼线,钟离妹投靠韩信的事情很快就被刘邦知道了。 于是刘邦找个借口说,要来楚国游玩,以此来除掉钟离妹。 钟离妹知道刘邦此行的目的,为了避免自己被杀,为今之计只有劝韩信造反。 于是他跟韩信说,如果刘邦把我杀死了,马上就会出现兔死狗烹的局面,你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 不如我们一起联手,共抗刘邦。 以你我二人的军事才能,夺取天下有点困难,但称霸一方还是可以的。 韩信听到钟离妹的话笑了,他心想刘邦怎么可能会杀自己呢? 毕竟自己在战场上履历战功,为大汉夺取天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 于是韩信命令钟离妹自杀,以此来博取刘邦的信任。 钟离妹看到自己劝不动韩信,含泪自悟而死。 钟离妹死后,韩信就割下了他的头颅,将其尽献给刘邦。 刘邦看到韩信把钟离妹杀了,心里的一块大病即刻消除。 但他没有奖励韩信的所作所为,因为韩信之前收留了钟离妹。 所以刘邦对此心存芥蒂,于是刘邦削夺了韩信的兵权,将其降为怀音侯。 到了这一步,韩信迫于无奈,只能接受刘邦的任命。 毕竟自己已经失去了兵权,人为刀组,我为鱼肉。 后面的事儿大家也都知道了,刘邦在外打仗的时候,吕后联合肖和一起设计把韩信骗到宫中,本想直接把韩信杀死。 可是因为刘邦之前发过誓言,他说这辈子不会用金属制作的武器伤害韩信。 在韩信看得见天,踩得到地的日子,也不会动韩信一根毫毛。 于是吕后就把韩信装在布袋子里吊起来,然后派宫女用竹签把韩信给捅死了,一带兵王自此允命。 关于韩信的死,刘邦是知道的,毕竟吕后一个附道人家,不可能在没有刘邦的命令下就直接谋杀开国功臣。 在刘邦得知韩信死后,更是表现出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。 根据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《怀音侯列传》,记载,刘邦打仗归来,听到韩信已死的消息时, 反应是且习且怜之,怜的心情可以理解,毕竟失去了一名得力战将。 但喜的心情,我想大家都不言自明,毕竟韩信一死,就没有人能够威胁刘邦的地位了。 在此后的日子里,刘邦就能高枕无忧地统治大汉帝国。 因此,不得不说,司马迁将《罪毒帝王》心用一脸喜精准地表现了出来。 可是韩信死前说过的一句话,却让刘邦惊出了一身冷汗,韩信死前说的是什么呢? 刘邦后来问吕后,韩信死前有什么遗言,吕后转述了韩信的话,那天韩信说,如果当初听了宽通的建议就好了,这样自己也能称霸一方,何以落得这个下场? 刘邦听到宽通这个名字,瞬间感觉如梗在喉,他以为只有钟离妹一人劝韩信造反。 没想到,还有一个宽通,此时的刘邦异常恼怒,他命令手下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搜捕宽通,终于在乡下找到了这个曾经劝韩信拥兵自重的人。 抓到宽通之后,刘邦想学习项羽,给宽通安排个大锅烹煮的死法。 有句话说得好,人在生死关头,总会爆发出无穷的智慧,宽通知道刘邦杀他只是为了泄愤,毕竟宽通不是韩信,更不是项羽,一个小小的宽通对刘邦造成不了任何威胁,所以宽通可死可不死。 情急之下,宽通说出了一番话,让刘邦放弃了杀他的念头。 宽通说,自己当时劝韩信拥兵自重,仅仅是为了帮助韩信如何生存下去,毕竟在韩信帐下干活,不可能不为了自己的主子着想吧。 为此宽通还做了个比喻,他说自己就是韩信的一条狗,主人有难,狗子就得费几下,这样才显得忠诚。 话说到了这个份上,宽通开始把自己大夸特夸,说自己的这份忠诚在世间绝无仅有。 如果自己在刘邦帐下,也会做出同样的事情。 俗话说,三寸不烂之舌抵得上千军万马。 刘邦在听到宽通这番话后,觉得很有道理,再加上宽通本人也不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。 于是就把宽通给放了,由此可见,语言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。 总的来说,韩信因为妇人之人,坚信刘邦不会杀他,最终酿成自己被杀的惨剧。 在这一点上,项羽和他相似,当年范增也劝项羽在鸿门宴上杀掉刘邦, 可是项羽没有听从范增的意见,最后兵败该下,只有刘邦。 凭借着城府极深的谋略和六亲不认的狠劲,成功击败项羽,杀死韩信,一统天下。 凭借着城府极深的谷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